这许优的战法确实有点意思啊 仿佛一台炸汁机一样 把武将的属性像果汁一样炸出 炸到最后真的是一滴也不剩了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潘凤邦 郭凤孝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期全新的阵容分享 本次的阵容分享由R342区凌风流兄弟提供 兄弟们如果有强力的感兴趣的三战内容 也欢迎向凤孝投稿 下面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为何要推荐这个队伍 首先看到啊 这个阵容需要一个登庸令 将泰尔茨登庸为群国武将 这样这个队伍就可以吃到群国阵营的加成 整个队伍的核心呢就是徐优了 徐优的自带战法 屁女王侯 可以在战前将15个破绽 平均分于敌军三人 然后这三人每受到普通攻击时 触发一个破绽 触发破绽可降低四维 并且单个目标破绽被全部触发时 可以使该名敌军陷入虚弱状态一回合 所有破绽出发后 敌军四维再次下降 这一段 奉孝在徐优这个武将刚出时就已经说过 以徐优为核心组建的队伍 必须是能够多次触发普通攻击的队伍 那么如何更好的稳定的打出普攻呢 首先啊就是要选择两个普攻稳定的人选 那么说起这个 泰尔茨和吕布就不得不提 吕布是在发动天下无双时 可以多次打出普通攻击 而泰尔茨是凭借自身自带战法的神社 也可以做到多次触发普通攻击 吕布加泰尔茨的组合 肯定是能够最快打出破绽的组合了 而在打完破绽之后 追加上一回合的虚弱更是让对手的输出武将十分头疼 并且像绝地反击识别三日 这种需要在四五回合爆发的战法 也只能变成白给 除此之外 由于吕布和泰尔茨往往都携带突击战法 所以整个队伍还需要虎抱齐来提高突击战法的发动率 在配合上封死阵的增伤效果以后让吕布变得锐利无双 该队伍一定要注意给泰尔茨再多加一点速度 让泰尔茨在面对绝大多数对手时可以抢占先机 削弱对手的防御体系让整个队伍可以放肆输出 除此之外 在兵书上确实没有什么好讲的 还是以往的配置 下面来具体看一下战报 首先看一下许游辟米王猴对于破战的分配情况 分校在游览了十几张战报之后发现 许游在破战的分配上还是十分平均的 最多一个武将身上会出现七个破战 最少也有四个破战 可以说是鱼鹿均粘了 再来看辟米王猴对于属性的削弱 由于许游的自带战法 对属性的降低是依靠百分比进行的 所以在四维中越突出的一项 降低的就越多 在所有破战打出之后 对手的属性也被削弱的 所剩无几 再配合削弱状态的世家 可以让破战被打出的武将 自身属性低又打不出伤害 陷入尬的两难境地 只能乖乖的引进受禄 下面来点硬仗康康 首先对阵的是当前版本 炸子机群攻 战暴呢是一胜一负 分副手在于袁绍是否能够缴械到太史词 若能成功则我方败 若不能则我方胜 再来是打桃圆 由于桃圆多半携带激情阵 对于吕布的压制还是十分大的 但是该队伍也不是很惧怕桃圆 首先该队伍是骑兵 对桃圆本身有兵种克制 再加上桃圆本身也比较慢热 容易被许优的队伍打出全部破绽 进而导致虚弱以后打不出任何伤害 对阵满红桃圆的战绩也是五五开 再来是打一些法师为主的队伍 由于许优和太史词的双重破防 导致法师本来就不高的统帅变得几乎没有 在这种时候吕布随便一刀就是999 换作是谁也扛不住啊 总而言之呢 这对群国的骑兵在战斗机理上还是十分好玩的 如果有这些武将和战法 不妨做这样一队去感受一下许优的好玩之处 好的 如果你对这一队也感兴趣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讨论一下这一队你觉得他能够打几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分校在接下来也会推出更多有趣的三个内容 希望你能够长期关注 更希望你能一键三连 拜拜